香港01看到一個新聞 吉他男駕電動車奔馳地鐵月台 說他人群中左穿右插 乘客看到都呆了 令我想起很多年前我在大埔地鐵站 有個東西真的很可恥 他不是駕駛電動車 而是駕駛單車 不是月台 我們已經在大堂那裡 其實很多人 他不知從哪裡來的 開得很快 我要承認他是很有技巧 但是速度很高 在人群轉來轉去 他沒有撞到人 但是那些人本能都會避一避 很可恥 我覺得那個東西 他就走了 很多年前我可以大埔地鐵月台 好 這個就是香港人幾分鐘英文 就說一下現在這件事 他在這裏說他就是電動單車 在港鐵堡林站月台 在人群中左穿右插 應該不少人了 應該不少人了 好我想說那個字 叫做manoeuvre manoeuvre 這個字很有趣 我的學生十個有九個 是搞不定這個字 很有用的字 manoeuvre 通常就是駕駛 轉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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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避開一些障礙物 或者是很靈活的 去駕駛 那字的寸法是怎樣 manoeuvre manoeuvre 它有一個名字 一個動詞 我現在只是說動詞的用法 要說就是manoeuvre 那個美式英文 可能你也覺得很奇怪 因為它是manoeuvre 它又不是RE或者ER 所以State to the British Spelling 都是用英式的寸法 manoeuvre 其實你在地鐵那裏 那麼多人 那麼多人 而是左穿右插 這個是一個很complex的manoeuvre 其實是很複雜的操控的技巧 你可以這樣說 它這樣轉來轉去 其實真的很多人 叫做great skill 但是實在不應該在地鐵那裏這樣做 實在不應該在地鐵那裏這樣做 那麼它這樣做 我們的英文就是 manoeuvre his way among manoeuvre his way among manoeuvre his way among mtr commuters 或者是 manoeuvre his way around around 可能比around around 就是兜來兜去 around 當時就一定有那些 CCTV可以capture到它 因為應該複雜他 應該複雜他應該複雜他 應該複雜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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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